厨房海棉的细菌超乎您所想象 每天刷齐碗盘的海棉 其实藏有许多的细菌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检测了家中许多物品 发现厨房海棉的细菌数量 比牙刷架的还要多 所以最好多准备几块海棉 轮流使用以保持干燥 用太久的就不要再使用了 砧板的使用伸熟时要分开 生肉或鱼类含有许多细菌 会污染新鲜农产品 所以最好将切肉和切梳火的砧板分开 才能确保食材不被细菌感染 冰箱要确保冷度 厨房的冰箱也是致病的来源 保鲜室最佳温度是摄氏0到4度 冷藏室是4到8度 冷冻室是零下18度 冰箱用久了 尤其要注意每一层的温度 才能保持食物安全 厨房保持通风 虽然大部分家庭都有抽油烟机 但是做菜的时候 还是要打开对外窗保持通风 台湾妇女的肺癌 有50%归因于油烟 比例甚至高于烟害 所以要尽量避免油烟的悬浮微粒 在室内徘徊 否则吸久了可能会致病 注意厨房的细节 不但可以享受安全的饮食 也能维持健康的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